輝哥你好 Chris 你好 今天找一隻Omega的 有新產品嗎 你可以說是新產品 但又不是新產品 是很難找的 真是神秘的 可不可以開來看看 因為停產了 是以前的款式 但當然是新產品 狀態是極佳的 不如開來看看 但款式是特別的 很心急 反而我覺得這些停產款 是更難找的 買到的機會 很難 重點是二手是找到的 但二手便宜了一點 現在我們折扣還可以 二手便宜了一點 但不同 二手你又帶過 還有走時未必有保障 是 沒錯 先看看款式 說了很多費用 這個是開箱 箱子真的很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藍莊 是藍莊 這是藍莊 你這個藍莊的盒子 是 好 這隻就是叫做 C Master 是 但我要說一下 它有不同的變調 當時做Cono的時候 它這隻是那時候 是叫Arcaterra 是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見不見到 它的面子 有些 直紋 那些叫做游艇甲板紋 是 你看見到嗎 廢哥 先看看 好 看到了嗎 是啊 這隻甲板紋 是很多年前 很多年都看不到 是啊 你見到 消失了 消失了很多年 消失了很多年 但是還找到感覺 那時候 它有出三針錶 因為它是Arcaterra 剛剛那個年代 是一些很幼細 直紋 還有這隻呢 白色是超白 是啊 很白 白到好像 剛才那個 Omega的紙盒 那樣白 是 這隻呢 就是C Master 做了兩個版本 是 即是做了兩個 complication 是 第一 它是將整隻海馬 升級了 變成一個 Cono 但是不止 它呢 亦都是將整隻錶 變成GMT 所以你見到 這隻呢 是有一隻 海馬的 GMT 紅色的 其實你見到 有一支針就是GMT針 所以加上 外面有一個 雙向 你可以見到 可以兩邊零的 兩邊零的 對 看到一個24小時圈 這個套匙來的 是 這個標盤很棒 它這個標盤很特別 通常呢 字釘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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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白 白金色 是 但是它這個呢 很搭配 它是黑色 是 但是黑色又很亮 是 是不是很棒 因為它做了一個反差 所以你見到 四支針 一 時分秒 GMT 加上裡面 10Dial的針 全部都是黑色 當然 因為它是運動錶 這支錶 亦都有一個 夜光 對 夜光很分明 對 你知不知道 這支錶 是甚麼尺寸 44mm 44mm 對 其實我覺得非常合理 為甚麼呢 Corno 大錶 加上 它是一支 GMT 所以你見到 有一定的厚度 整支 你覺得有沒有一種 潛水錶的格局 有 它的厚度 這個尺寸 真的有潛水錶的厚度 但是它是Aquaterra變調出來的 C Master裡面的Aquaterra 是 因為它的甲板紋 你也認得 在四點和五點之間 有一個 一個日曆的 看完它的肉 輝哥 它這個年代 已經是做了一個透底機心 是 這個透底機心 是 FAP FATCHIP機 也是 叫做甚麼 找不到的產物叫做甚麼 遺跡 遺跡 不是遺跡 不是遺跡 遺跡 叫做甚麼 絕版的 絕版的FP機心 所以跟現在新一代 那些九系機心有些不同 我覺得各有各 這些反而有古典的味道 新一代太多機 好像太過新潮 反而這些有些味道 當年定價是72,100 現在會不會有些好一點的折扣 好,Condition 非常好 我們折扣了43,000 43,000 如果Aquaterra 的殼 它是150米潛水 所以應該這隻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運動標 運動GMT加Corno 對不對,輝哥 還有Bassel 旁邊看 它的啞位很特別 好似杜柱 杜柱輪 好似杜柱輪 旁邊看,知道嗎 它不會很密 它是疏的 機心我也覺得漂亮 這個打毛很漂亮 機心不錯 有興趣的 可以再來看看 我喜歡它的GMT 是紅色 我喜歡它裏面的標誌 就是Omega和Omega的標誌 都是金屬得來 亦都是做了這個黑色 黑色的版本 但表面是這樣的 表面是很清 很正的 即是超 是不是叫超亮霸 而且Omega標誌 它不是印上去的 是金屬字 Omega和Omega標誌都是金屬字 是Sea Master才印上去 太小就做不到 是吧 好 有興趣的可以來看看 現在我們賣 43,000元 43,000元 這個是超順價 是